大家好,我是默克生 神冬架山顶至大九湖 在下山的途中有一个斑壁岩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地方是神冬架比较有趣的景点之一 在外面看,看不出来 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石头特别的形象 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是景区的入口 金鸡爆小 这个位置更像一些 咱们也和这个老母鸡 喝饮了 挺像啊 哇,这个也是 像刀削的一样 这个叫除凤带铺 香脂小鸡 张开嘴,要吃的 这个叫灵龟细物 这个乌龟头头都挺像的 哇,这个虾果挺有气势 生命之根 部边的岩石 这些冰柱 这个是美女照镜 啊,真像 看看,这个是惠仙门 相传是野人和仙人相会的地方 这几棵树把这个石头给抱住了 所以叫它树抱石 人们到这都不走了 就我自己下来 所以我要小心一点 但是我同时又比较 享受这种独处的这种 时光 在这个山林之中啊 自己慢慢的走 静静的 周围就是一些 落叶 一些冰柱掉下来的声音 别的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好安静 穿过这里回头望去 在那个位置 是一条金蛇细玉吞 到了 野人栖息地 这地方是岩石崩塌 形成了一个洞穴 然后呢,在这里曾经啊 发现过野人 进了洞以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 为了方便野人方便 然后给他们修建了一个厕所 还带男女的 男野人就算了 要是女野人的话 可以坐下来聊聊天 谈一谈 看看山里的日子是怎么样的 哇,这一刻我都想 不想走了 真是安静的地方 对面是这个样子 走啊 哟,上了以后别有洞天啊 这野人 居住环境不错啊 啊 两室一听 一味 豁然开朗了 这边是出口了 乱了吧 我看了看地图 走这儿出口回去的话 要比它远很多很多 我们远路返回吧 而且到了这儿就很偏了 熊河野猪天天暴经常出没的地方 我们走吧 告别了班碧岩 这个地方是太子亚 当年唐冬冬离险 当太子时曾来过这儿 猴子石 猴子石驿站遗址 这就是古时候过去的那个 古驿站 哇,这一块是原子森林啊 这个巴山冷山 375年 这一块就是竹林 小溪流水 啊,不错 天然氧疤 这一块处495年了 这一块处495年了 这就是金谷唐鲁白链飞 一条借破青山色 这就是太子桥了 这两棵树啊 一棵 前面这棵已经死了 后面的这个棵呢 还比较茂盛 所以啊,它们就象征着 这个永恒不变的爱情 永死不离 这还有两座云舍 这像一棵父子树啊 看到没有 这个大树搂着这个小树 就在云秀谷的旁边 来 叫母子树也可以 哈哈哈 我发现了 这一块叫山花应日 山花开的时候真漂亮 可惜现在都是这样子 这里也有一棵母子 395年了 395年了 这棵树倒了 但是挺巧的哈 这有棵树 有个枝叉 正好把它给浮入了 太子亚现在进得出奇啊 前面就是太子亚的出口 我沿着公路走路回去 开始收拾我的床车 趁着天气好 一定要把这个死老鼠带出来 老鼠吃的鱼骨头和老鼠屎 倒是看见了 冷了就买的东西 我这个车上就 水两个都行 是可以水两个人 你这样子 这个可能就是 我把这个拿了水的 我这个冬天出来 我带着被子 这个就带人多了 这个 碰到一个车友在围观 我也看看看他的车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朋友们 再按个视频 再见fi